在原始的非洲大草原里 有多少种动物 也就有多少种死法 你可能会被大象捂马分尸 被大花猫捂到狂吻 或者被沸沸取殴致死 但在瓜姐看来 最丢脸的死法 就是在这被活活帅死 在米西河流域 有着面积超过130万平方公里的 非洲大草原 然而这里的气候反差巨大 在这一年里 上半年发大水 下半年却低雨不沾 旱季不光没有水 植物也很虚数 就连生活在这里的动物 都在挣扎中求生 求生专家格拉迪 和比尔这一次化身背包客 要向我们展示 如何逃出这片黄粮的大草原 首先找到节目组准备的背包 里边有一袋生活用品 包括牙刷 牙线 甚至还有茶树精油 我的妈呀 节目组该不会是要这两兄弟 搁着长住吧 看到比尔逃出了避孕套 哎 别说是我了 就连旁边的大胡子都愣住了 还有一块锡纸面包 不过已经发臭了 最后就是一个饮料罐子 为了弄清楚所处的位置 他们打算爬到高处 远眺瞭望 面前就是在米西和流域 但只能看到一片焦土 远处红尘滚滚 热浪瞬间扑面而来 格拉迪看到前方 有一处淡淡的黑线 周围植被浓郁 估计着是一条大河 仅仅靠一根牙刷 还有半根面包 就敢来闯荒野 就连背野都不敢这么玩吧 所以出发前 他们打算搜寻 和补充一些物资再走 贝尔在岩石间 寻找湿润的地方 妄想着能在岩缝中 抠出半瓶水来 队友格拉迪这边 就有了收获 他捡起地上一堵橡粉 二话不说 就塞进了背包里 背野曾经用它来熬汤喝 但格拉迪说 橡粉只能当作活种 眼前的巨石 有水流冲刷过的痕迹 说明雨季石 这里是个瀑布 但是现在 一滴水都没有 贝尔这边 找到了动物的骨头 他连帮呼喊队友 过来查看 地上的骨头 可以用来制作捕猎长毛 两人准备到银梁处 继续研究 来到了一块 突出的岩石处 一看就是天然的庇护所 贝尔瞬间有了想法 他打算住一晚再走 大胡子停了一连懵逼 小老弟 你是在开玩笑的吧 刚落地没两分钟 你就想打我睡觉了吗 但是贝尔觉得 现在已经不早了 这里可能是方言白礼以内 最安全的住处 经过两人一阵逼逼 格拉迪终究没有说服贝尔 只能选择再次妥协 为了防止夜里猛兽的袭击 他开始准备制作长毛 拿出了凶残的大砍刀 对着一条手臂粗的树木 就是一顿狂砍 贝尔这边 准备用骨头打磨出一个毛头 还没磨两下子 他就感觉已经相当锋利了 队影很快拿着两根木棍 走了过来 接下来就是组装毛头 他用刀子削剑木棍的一端 这时随后传来了一声怪叫声 可回头一看却啥也没有 不过周围似乎连空气都安静了下来 就在此时 远处突然探出了一个身影 原来一群沸沸沸的上来 格拉迪和比尔已经被包围了 二货比尔此时对着沸沸 发出一阵怪叫 这一下把大胡子吓得不轻 连忙救出了这个二货队友 生怕沸沸会手撕了他们 比尔却解释道 自己并不是在挑衅 而是在跟他们打招呼 这种行为让大胡子很不解 得赶紧远离这个脑坛队友才行 沸沸可不会跟你开玩笑 他通常会手撕你的脸 格拉迪站在一块石头上 背靠一棵大树 他已经做好了防守准备 而比尔却认为这群沸沸正在开party 这二货还想叫他们有空下来玩呢 而且他还幻想着 从沸沸堆里找一个女朋友出来 你可别小看了这群沸沸 他可是丛林里勇敢的勇士 他们会齐心协力 对抗大型动物 嘴里长着一排排恐怖的尖牙 能够咬断骨头 甚至杀死猎物 现在两人出境非常的危险 因此必须赶紧把长毛武器 制作出来才行 他没有细心 把毛头固定在木棍上 有了武器的大胡子 瞬间感觉安全多了 但是远处的沸沸 还在虎视眈眈的看着两人 防止沸沸突然发起总勾 晚上他们还需要一个火堆才行 比尔在附近 找到了适合生活的木棍 他摆下了一根树干 再用刀夹工一下 很快就造出了一个转轴和火床 然后就开始了钻木取火 于是两人轮番摩擦 很快火床就冒出了白烟 接着就产生了火星 放入火熔里 最后也成功的升起了火堆 有了火还不够 毕竟庇护所还不扛揍 格拉迪 砍下大量的树枝 将其铺在岩石前面 当作围栏 夜里有了火堆 沸沸不敢靠近 他们轮流直起了夜斑 防止火堆熄灭 第二天到了 转头一想 两人还在出生意 剧烈挑战时间已经不多了 别人把木炭 放进大厢粪便里保存 再用锡纸包住 然后塞进了羚羊脚里 最后用锡纸堵住入口 并且戳上几个洞 一个一栋火种变息器 就做好了 两人这时 才开始踏上求生之旅 头点上烈日炎炎 两人早已感到口干舌燥 头晕目眩 经过了一段时间的长途跋涉 前方突然出现了一群 正在裸奔的羚羊 没在错的话 他们也是去找水喝的 只要跟着他们 说不定就能找到水源 可没想到呀 羚羊拍拍屁股 没影了 等待他们的 却是一个干枯的河床 没办法 他们只能继续沿着小路走去 没想到的是 下一秒 一条小河 何然出现在眼前 两个二愣子 看到以后 非常的高兴 但是河里 却蹲着一只庞然大物 正在瞅着他们 河马直勾勾的盯着两人 他们不得不远离河马 走到下游喝水 可到了下游 又遇到了一条 正在发呆的鳄鱼 不过很幸运 这是一条害羞的鳄鱼 转眼就钻进了河里 时不时还探出脑袋 丑生一丑 此地步与酒疗 得干净远离才行 最后 他们选择了一处 没有动物的河段 比尔拿出饮料罐子装水 格拉迪则在岸边 找一个安全的地方生活 他取出保存的火种 很轻松的就点燃了火堆 再将饮料罐 放在火堆旁 加热消毒 倒到里边的水 沸腾以后就可以喝了 两人一顿喝了个水饱 他们继续沿着水流往下走 还没走多久 前方就出现了一群树精的大鸟 世主反常 必有妖 走近一看 果然前方有一群南非大水牛 正在觅食 在非洲 这就是黑寡妇制造者 就算是贝爷来了 也得让着他们几番 更何况是这两个儿愣子 他们此时 并不敢轻举妄动 两人商量了一番 他们只被从旁边的树林 绕过去 结果 却有了一万惊喜发现 两只野鸡 竟然躲在小树林里谈恋爱 联合了两天的他们 激动的拉起彼此的新鲜御手 比尔掏出裤带 造了一个投石剂 再鬼鬼祟祟的 向着野鸡慢慢的靠近 格拉迪这边 只拿着一根木棍 在旁边包抄 警觉的野鸡 已经嗅到了周围死亡的气息 贴起裤子 就着急往林子里跑 比尔踢起腰带 直接发起攻击 但是显然 石头并没有击中野鸡 于是 他直接冲了上去 瞧一觉踩死野鸡 可没了腰带的裤子 就是不生气 刚跑两步就开始坠落了 野鸡很快 跑进了格拉迪的攻击范围 拿着木棍的大胡子 顺势就是一个夺密回旋镖 低棍子 就砸中了野鸡的脑袋瓜子 野鸡没跑几步 就躺在地上 疼屁了 这下子 他们的晚餐就着落了 马上在树下 升起了火堆 把野鸡架在木棍上 准备烤鸡 看看这香喷喷的烤鸡 扯下一只鸡腿 就啃了起来 隔着屏幕 都能闻到香味 瞬间觉得 前的白饭有了味道 他们狠狠地饱餐了一顿 还没来得及休息 两人就离开这里 寻找庇护所去了 最后一晚 他们选择了降救 找到了一个大树 就爬了上去 夜里就在这个树上 度过一晚 一夜无话 第二天很快就到了 他们早早地起来赶路 突然之间 丛林里出现了东京 走近一看 原来是一头野生大象 正在沉运 没办法 只好安静地等待大象离去 他们才可以继续往前探索 很快 他们看到了一条河流 河对面 还出现了一条小船 宾尔划着手中的红布 并且大声地呼喊着 他们终于获救了 好了 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 我是吃瓜姐 我们下期再见吧